來自民鄉鄉的消息 這是中政大學立臣邀請到大陸民運人士王丹來英港 親超過500名民眾來臨聽 回到王丹來接受媒體的訪問表示 香港的特首梁振英拿到台 並提醒到香港人民 對公共事務的參加的情 占領中間運動就算成功 大聲唱出代表香港人民 進出到珍普選的官客海闊天空 100位中政大學生在行政大老前 表達對香港占領中間活動的支持 其中美就是來自香港學生 中面是溫馨 還有一件事的公共 這場活動主要是中政大學大貓公社 和後來香港學生中東發起 很多人鼓起在中政大學生大老前 基盤守護紫金中政大學生員之夜 現場包括台灣學生和香港學生 來討論到香港的政治和占領中間議題 這主要就是理工一千年 香港要進行到特殊的普選 但人民普選的人 必須經過北京東極的黨議 所以香港人民要要求真普選 大學生他去發起的 然後現在已經演變成一層全民的運動 香港問題其實不只是香港問題 它還是台灣的問題 也就是說那樣子之間有密切的關係 我覺得更重要的是說 學生他不只關心他生活上的事情 他願意關心世界 願意關心跟他的權益有關的事情 我覺得這是代表一種公民意識的發展 當天中政大邀請到大陸民運人士 王丹來演講 勤將近500名學生臨聽 王丹表示 民主運動沒有一部定天成功 共同這次香港戰中 若是特殊梁振英落臺 和引起民眾對政治的關心就算是成功 激起全港對這種普選的更高的熱情 他一定這種政治能量一定會反彈到 未來香港的各種公共政策的推動 以及選舉上去 我覺得能達到這個目的也算是成功 王丹共調與中國共演的態度 沒有達成到真普選是很困難 但占領中間運動已經對香港人民 尊信到政治上的作用 也要去切香港立法局 泛民派的十次的提升 是elect人都要去做 參與所有民主護者 我們會共產黨的選擇 接著我們 我們開始在 負責 下廷 做作用